在万众瞩目下,国产单机巨制《黑神话》,悟空于8月20日全球震撼发布,仅一天之后,首批勇者便已突破重重难关,完成了对这款游戏艺术与技术结晶的首次征服。 他们的不眠之夜,不仅是对《西游记》,这一经典文学在全市的热情展现,更是对中国游戏产业崛起的一次有力见证。 然而,真正让《黑神话》,悟空在玩家群体中引发轰动的是其颠覆性的结局设定。 故事发生在唐僧师徒四人取经之后,孙悟空辞去斗战圣佛,回到花果山想逍遥度日。 但是天庭却要将花果山铲平,于是悟空与二郎神,天兵天将以及悟空的诸多死敌大战,最终悟空战败。 因悟空乃天地孕育石猴,有不死不灭之大能,悟空战败后,身体和灵魂就化为了六根。 杨剑把其中的五根,即悟空的眼,耳,嘴,鼻,身体分别赠予参加此次战斗的诸位悟空的死敌。 分别是四个西游Boss,即悟空的结拜兄弟牛魔王,设定上悟空吃了大补能提升修为,虽然有些妖精须不受补。 这也是游戏分五个章节的原因,也说明了五个章节的在西游原著中故事背景和最终Boss,但注意第五回Boss是红孩。 悟空剩下的最后一根翼,化作了天命人,最终回解释了天命人的由来。 传说集齐六根,悟空或能复活于世间,因此在老猴子的指引下,天命人踏上了收集其余五根的冒险旅途。 最终,天命人打败了各个章节的Boss集齐了其他五根,在最终回六根归一,并打败了老悟空在石头里残留的实体幻化的石原,戴上了金箍,变成了新的孙悟空,并在石头中等待新的宿命。 这就是速通的坏结局,这是一种隐喻,暗示大家,取经最重要的不是取经,而是取经之路。 大圣因为缺少一根,而依旧被封印在石头里,就是告诉那些修改器和为了速通而速通的人,你缺少了取经的本意,所以你心中的大圣只能被封印在石头里。 而你扮演的天命人,最终也只能带上金箍败入佛门,被规则和金箍所操控,等待下一个天命人来继续这个轮回。 这真得是一种悲哀。 当然,也有网友分享存在其他结局。 结局一,我们天命人作为六根之一的一根历练不够,无法摆脱金箍,成为新的大圣残区,等待下一位天命人。 结局二,天命人打完大量隐藏boss跟支线剧情,历练足够,成功唤醒大圣六根,摆脱金箍。 结局三,唤醒大圣后,大圣欲在闹天宫,可发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有限,于是回到过去,阻止天命人击杀各大妖王,准备携手各大妖王再次打上天宫。 一定要走完所有的隐藏任务,打完所有的隐藏boss后,悟空会黑化,就会出发在闹天宫。 最精彩的结局,还有不要用挂,用挂会被大圣残区解决。 其实,结局到底如何,每种玩法都有不一样的结局,想要一个好结局,就要一步一个脚印。 如果只是图通关,那自然结局就不会太好。 对了,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,黑神话悟空里可是藏着不少彩蛋。 黑神话,悟空上线后,许多文博爱好者也化身福尔摩斯,在角色获取的道具,场景布置上寻找蛛丝马迹。 有人发现,游戏开头,土地宫给孙悟空的回程道具缩地轻浮,和故宫博物院七暗店红七苗金小卷书案上的那块天仪令一模一样。 也有人看到,孙悟空恢复生命道具的高儿酿,和丝绸之路上西亚传过来的马首来铜杯相似,在游戏中,文物彩蛋还有很多,他们不仅昭示角色的背景,还暗示着情节背后的走向。 无头造像,人头灯笼,树形灯,一秒领女子,持灯从四前十枯,缓缓走向牌楼,为游戏营造了满满的氛围感。 女子是谁?去往何处? 望向庭院门前的若仙庵,似乎一切都有解释。 在《西游记》第72回中,曾出现过若仙庵的身影,石桥高耸,古树森齐,石桥高耸,潺潺流水,接长溪,古树森齐,郭郭游勤远待。 乔那边有树船茅屋,轻轻哑哑若仙庵,又有那一座棚窗,白白明明七道院。 所谓的若仙庵,其实就是蜘蛛精的盘丝洞。 若仙安里点着树形灯,他底座镂空,分上中下三层,驾托内嵌四条曲蔓,末端座龙手,宛如四龙横空。 有人猜他的灵感来源于甘肃省博物馆的青铜莲之灯,也有人觉得他与绵羊博物馆展出的东汉摇钱树有一曲同工之妙。 其实他的原型来自于东汉时期的青铜羽人玉龙十三连斩树形灯,现藏于广州大观博物馆。 灯上的小人,其实是羽人。 传说中,羽人是长着鸟头人身形的不老神仙。 羽人一手吃宝珠,一手攀爬追猪的吃龙,做玉龙状。 而灯中间的竹节状则是扶桑树,在《山海经》里,扶桑树是通人神明三界的一棵神树,意为人可以直接和天地沟通。 走进庭院,蜘蛛精们已经忙着招呼客人上席。 在翘头岸上摆放的器物,从先秦的青铜契合再到唐宋流行的魁口高足银盘,高足银碑,跨度千年,也足以说明蜘蛛精修炼之久。 最引人注目的是每个翘头岸上摆放着的博山炉,这也是熏香和生鲜信仰相结合的产物。 博山炉本是汉,近时期民间常见的焚香所用的器具。 整体呈镂空的山形,雕有云气纹,人物以及鸟兽。 鱼中焚香,青烟飘出,缭绕炉体,造成群山朦胧,重受浮动的效果,仿佛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,因此而得名博山炉。 李白·杨帕一诗中曾写道,博山炉中沉香火,双烟一气灵子下。 而在蜘蛛精俏头岸上摆放的博山炉造型和寻常底座不同,这些博山炉底下还有小人拖着。 这与河北博物馆藏的西汉同骑兽人物博山炉是不是有两分相像? 在西汉同骑兽人物博山炉可以一窥相应的细节。 炉盖分上下两层,上层分有山鸾和流云,山云之间则有虎熊出没,人兽搏斗和人驾牛车等场面,下层则含有龙、虎、猪雀、骆驼及草木、云气等文式。 盘心的力士,左手撑在兽颈部,右手上举托住炉身,并回首仰望着炉体,笑眠可居。 西汉同骑兽人物博山炉之外,还有一件值得说到的文物,那就是暗头上摆放的这件人形弧气。 弧气造型为一个抱着乐器的仙人,他手中的乐器便是弧气的出水口。 此件辽戴仙人吹声直弧,原形如今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。 可见游戏团队在制作时,不仅参照了国内博物馆相关文物,还参考了海外博物馆的类似文物的花文细节。 吴有阴,头悬施草,何故? 吴有阴,四读施馆,何故? 在黑神话,悟空中玩家常能听到的念白,似乎正在唯唯叙述一个悲伤的故事。 四读,指的是江,河,淮,寄,及长江,黄河,淮河,及水,是中国民间信仰河流神的代表。 在《西游记》第43回中,西海龙王曾说,舍妹有九个儿子。 那八个都是好的,第一个小黄龙,建居怀毒,第二个小黎龙,建筑忌毒,第三个青贝龙,占了江毒,第四个赤然龙,镇守河毒,第五个图牢龙,与佛祖司中,第六个稳兽龙,与神官镇己,第七个敬重龙,与玉帝守晴天华表,第八个慎龙,在大家凶处抵居太阅。 此乃第九个陀龙,因年幼无甚直视。此正位,龙生九种,九种各别。 在《黑神话》,悟空之中,神佛尽灭,妖族横行,曾经镇守四毒的龙四散各处,掌管集水河的小黎龙,跑到了黄蜂岭,掌管黄河的赤然龙,则留在了黑风山。 作为后期副本,小雷音寺里埋藏着赤然甚至九子的真相,玩家通关全部支线才能触发的真正结局之一。 在这之中最关键的,莫过于他们守护的一方金色宝箱,在游戏中,玩家需要打败他们,获取宝箱中的宝物才能触发后续剧情。 仔细一看,这个金色宝箱,直壁,平底,造型方正,盖顶面中心赞宝轮,四周分赞加灵贫加和三股杵,利严各赞两体飞天。 从宝箱盖顶的四副加灵,贫加绕法轮图,以及正面的释迦如来说法图可以得出,宝箱原形是法门四博物馆的刘金,如来说法银宝寒。 刘金如来说法银宝寒为八重宝寒之一,为唐义宗赐赠金银器,是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真身佛旨设立的一套和寒。 寒内盛放着一枚供奉设立,最外层是一个檀香木寒,里面套装着三个银宝寒,两个金宝寒,一个玉石宝寒和一座丹盐四门纯金塔。 而刘金如来说法银宝寒则是八重宝寒的第五重。 为什么选择刘金如来说法银宝寒? 这或许和内里藏着的佛门设立相关。 在《黑神话》,悟空中释迦以往,尼勒未生,妖魔深度承道金身。 开头念白中的最后一句鸡贝尔歌,真意自现,其真意或许指的就是镀金妖邪背后的真正来历。 究竟妖邪闷度的金身是否为佛门凝聚的设立所镀? 宝箱中陆续开出的金棍到底做什么用途? 是如意金箍棒还是定海神针? 不剧透了,这一切的谜底留给玩家自己解开吧。 《黑神话悟空》推出后,有韩国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说, 为什么中国人开发的《黑神话悟空》游戏要用我们韩国的建筑元素做背景? 还说这个游戏应该是他们开发的,他们一定能做得更好,因为吴承恩的主题是韩国,不是我。 不好意思,这简直就是盗版的天罡,但在我们自己卖之前,国外网友坐不住了。 这个挖苦的评论真的让我很高兴,因为美国网友回复说我坚信吴承恩和西游记都是中国人。 因为孙悟空的追随者是10万零8千里,从中国长安到天竺的距离才10万零8千里,而韩国的领土面积至少有1200米,但是齐天大声在国外才刚刚开始翻跟头。 最后是国内网友给的致命一击,我们悟空的体质只适合吃神仙桃,不喜欢吃泡菜。 这张游戏地图比韩国的面积还大。 如果悟空真的从韩国出发,现在告诉我如何安排998神的挑战。 一天完成一个挑战是不够的。